原标题 他是黄百涛最强悍的手下 后备三野俘虏 战犯索理和日本人打架黄百涛兵团 虽然不是国民党的支系部队 人员都由地方派系的军队士兵组成 但其战斗力非常强悍 兵团人数也达到了十万余人 其中的六十四军战斗力格外强悍 这支部队的军长名叫刘振湘 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结果就因为自己的性格兵在被俘 刘振湘是黄埔第五期的学生 当夜挺要成立独立团时 就觉得刘振湘这个小伙子很有前途 并把他招来到自己的独立团中 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 刘振湘在北伐战争中 从广东一直打到湖南 立下无数战功 于是他就被提拔为特务连连掌 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 刘振湘也是被迫害的对象之一 为了活命 刘振湘跟着夜挺参加了南昌起义 结果起意失败 刘振湘也负伤 他就逃到了西川一户农民的家中 才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 不过刘振湘伤好之后 并未寻找红军 而是回到广东老家 正好越系军阀陈几堂招兵买马 他就转头到越军帐下 因为之前就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所以刘振湘很快就脱领而出 一路高升到团长旅长的位置上 没过多久 陈锦棠被蒋介石搞垮 他的部队也被蒋介石收编 因为刘振湘有黄埔学生的身份 所以蒋介石不计前嫌 蒋介石不计前嫌